妹子想体验速度与激情 对于这种要求 丧彪从来没有拒绝过 然而她的副驾却是这样的 四周都是中国制造的钢化玻璃 座位是一块生锈的不锈钢 甚至连个安全带都没有 你们赛车手的车都这样吗 妹子虽然有所顾虑 但还是上了车 殊不知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丧彪猛地一脚地板 车子瞬间残射而出 妹子开始恐慌起来 我连个安全带都没有 你这样搞会出人命的 然而这正是丧彪的目的 妹子越是呼喊 丧彪就越兴奋 她左右疯狂摇摆 妹子也随着勾骨钉里 不受控制的撞来撞去 丧彪接着一招神龙摆尾 妹子重重地往后面摔去 意识已经快磨火了 然而丧彪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她满含泪水 向丧彪求情 可到手的猎物 丧彪又怎么可能放手 像这样的妹子 她已经祸害了88个 可怜的妹子还不知道 她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丧彪突然猛踩刹车 结束了这场变态的游戏 妹子可不是用来这样玩的呀 然而只杀一个 她又怎么可能满足 很快她又盯上了下一波妹子 三个妹子还在车上 高兴地开着派对 完全没意识到危险 已经悄然逼近 接下来别眨眼 看丧彪的操作 不得不说丧彪是个真狠 直接刚证明 三个妹子当场死亡 她却只受了轻伤 更可恨的是 因为三个妹子驾车时 吸了大量的面子 属于毒驾 所以被判全责 而丧彪不仅没有责任 反而成为了被害者 没过多久 她就出院了 在一个商场门口 她又盯上了下一个目标 都说脸上有疤 不是狠人就是人渣 丧彪就不一样 她还带着一丝丝的 趁着女人熟睡 丧彪竟然去闻她的臭脚丫 女人被惊醒 她就假装捡起地上的东西 随后一脚由门扬长而去 对于这种有点庄的行为 两个妹子一顿嘲讽 然而丧彪不会就此满意 这几个妹子 成功引起了她的注意 作为一名赛车手 她喜欢一边赛车 一边猎杀猎物 但丧彪不知道的是 猎手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这三个妹子 也不是软狮子说捏就捏的 特别是这个叫耸姐的妹子 更是个狠人 她觉得坐在车里不够刺激 于是就爬到外面 抓住一根皮鞭 以一种不健康的姿势 坐在了引擎盖上 享受着速度带来的快感 这样她还觉得不够爽 嫌弃速度太慢 于是叫黑妹加大油门 黑妹也是很配合 一瞬间飙到了180麦 随着速度的飙升 丧姐发出了兴奋的尖叫声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丧彪就在不远处盯着 看着妹子们玩得这么嗨 她也想加入 嘴角微微上扬 一脚地板油就追了过去 毕竟是专业的赛车手 很快就追了上来 此时阿珍注意到了身后的汽车 这不就是刚刚的变态吗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丧彪就朝屁股对了上去 车辆差点失控 好在黑妹的技术不错 瞬间稳定好车身 妹子们瞬间懵了 也没有招惹她呀 然而一回头 丧彪又对了上来 怂姐差点掉下去 一只手紧紧地抓着皮鞭 两个姐妹非常担心 可甩又甩不掉 又不敢贸然停车 丧彪显然是玩嗨了 她一脚油门来到侧面 不断地撞击着白车 另一根皮鞭从手中滑落 丧姐只能抓住引擎带 但随时都有可能会掉下去 此刻的丧姐认怂了 她只是想体验一下刺激 可不想因此丢掉性命 阿珍对丧彪骂骂咧咧 然而丧彪却出烟潮 接着一脚油门 直接把白车旋转了180度 丧彪体验了从未有过的快感 继续朝白车撞去 这一下让怂姐调转身形 黑妹被吓哭了 关键时刻 一辆武林红光急迟而来 丧彪必让不急 开进了田里 但她并没有善罢甘休 一个360度旋转又追了上去 很快就追到一个三叉路口 两车瞬间失控 女人坐在引擎盖上寻求刺激 没想到身后跟着个变态 就在丧彪玩得正嗨的时候 车辆瞬间失控 她月女无数 这几个妹子是最让她兴奋的 于是邀请对方再来一次 谁知妹子不讲我 丧彪落荒而逃 可两个妹子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勾股定力 坐在引擎盖上的怂姐 被甩了出去 就在他们以为 耸姐隐恨西北的时候 前方的草红里突然钻出一个人 原来耸姐只是受了一点心伤 两人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丧彪的行为彻底激怒了他们 三人达成一致 一定要给她点颜色瞧瞧 耸姐在路边捡起一根钢管 直接骑在车门上 一搅地板油就追了上去 此时的丧彪还在处理伤口 做了这么久的变态 头一次这么狼狈 一时间没缓过来 殊不知有的妹子 也不是那么好欺负她 怂姐扛着钢管就冲了上去 对着丧彪的手臂 就是一顿迷糊 吓得她赶紧逃走 可仅仅是这样 又怎么能解心头之恨 三姐妹又追了上去 不断地撞击着丧彪的屁 就这样 一直追到公路上 见他们如此之主 丧彪赶紧求牢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曾经别人向你求饶 你放过他们了吗 在一个分岔路口 丧彪一脚刹车 白车避让不急 静止冲上了另一条路 丧彪以为甩开了 正当他得意的时候 接下来的画面过于残忍 三人轮番对丧彪进行了 拳脚问候 直至他彻底躺在地上 不得不说 作为一部昆丁暴力美学的电影 看起来真的很过瘾 结局令人极度舒适 有的女人千万不能惹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